是的 人民最近不断投诉 蔬菜和肌肉价格涨个不停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数部长 多次里亚历山大林奇表示 他已经听到了 并表示贸销部已经和农业部 财政部以及利益相关者讨论 透过财政援助政策 从生产商和批发商阶段 吸纳上涨成本稳定价格 此外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副部长 多次里阿莫寒扎 也趁机推销本地蔬菜 同时保证在本地栽种的蔬菜 在今年之内价格都会稳定 阿莫寒扎今天在马利亚出席活动时 针对蔬菜掌教问题表示 虽然东北极后风导致蔬菜欠收 但是相比起外国进口蔬菜 例如花椰菜 圆包菜 菜心 红辣椒等 本地蔬菜农栽种的蔬菜价格还算便宜